天平座,天平座人属于最爱装傻的那一类人,有时候明明什么都懂,可就是不愿意表现出来,让人觉得他们很单纯,其实是他们很懂得分寸。 敏感的天平座人,并不是初心的人,别人的一言一行只要自己想要关注,就能够洞察入微。 但是很多事都是心里明白就好,绝不会说出来,天平座的人大多拥有极高的智商,而且拥有很高的赚钱能力,有很强的商业洞察力,总是能够抓住机会,让自己的事业腾飞。 天平座的人不管从事哪些职业,都能够十分顺手,在自己的岗位上非常如意,而且拥有较高的职位,能够财力双收,是拥有极高智商的星座。 处女座,其实处女座的人才是智商最高的人,他们在工作中,要是遇到什么很尴尬的问题之后,总是会给人出建议,分析利弊,而不是直接的告诉他们领导的意见。 这样容易得罪人,他们就是看透不说透的明智人。 处女座也是一个凡事都看得很明白的人,他们不喜欢勾心斗脚,而是很简单的在处理问题,永远都是一副救世主的态度,给人的感觉也是如此。 这个星座的人看透不说透,其实他们心里是最明白的,处女座的人大多是智慧型的,无论男女的他们善于伪装的智慧,让别人小看他们。 在关键时刻有猛出击来个措手不及,是赋予了他们敏锐的洞察力,确实捕捉一切他们想要的,着实令人羡慕,引领智慧前沿。 天蝎座,天蝎座的确聪明得有点过头了,所以很多人说他们是奸诈的,其实天蝎只不过不爱写露,经常在人背后做事,对待感情,天蝎是个不折不扣的专情星座, 他们的感情浓浓的直到内心的最深处,在他们看来,爱情就应该是两厢情愿,容不下任何杂志的,所以给人一种神秘感觉。 如果天蝎正确发挥他们那超成智慧的话,工作、学习、爱情、家庭都会取得成功的,极致过人,而且善于言谈,交友广泛,智商不变高于一般人。 不仅体现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,而且体现在他们从事的职业上,天蝎座的人大多从事需要较多脑力劳动,并且大多生居要职,起到很大的作用,他们也会被贵人相助。 在事业上一般温顺,实现财富的积累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